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月16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的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朝鲜最近高超音速导弹呢,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做了两次 把美国给吓得够呛,对吧,这些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 还有呢,美国在它本周二第二次射了高超音速导弹之后呢 美国除了吓了够呛以外,惊魂定下来之后呢,马上就宣布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 那今天呢,我想第一个内容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制裁呀 它这个细节出来了,它都制裁了谁,都是什么人 它难道说真的就是一个形式,就是一个没牙的老虎就扔出来吗 觉得好像美国也不应该做这样的一个毫无意义的喊一句空话吧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啊,美国还真不是 其实还真不是,它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而且它这个制裁呢,它除了制裁六个朝鲜的公民以外 它还制裁了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一家俄罗斯的公司 那它在这个制裁这里面呢,还提到了中国 它过后不知道会不会对中国的相关人员进行制裁 或者中国有没有相关人员 当然它这种指控呢,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有理有据的,就是有证据的,也不见得 有的时候呢,它也是唬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这个实际内容是什么 今天呢,我来引用的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呢,报道是这么说的 说朝鲜呢,在一个星期之内两次试射高潮因素导弹之后 美国拜登政府就宣布了制裁六名朝鲜的公民 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家俄国公司 制裁这七个个人再加一个公司 是指控他们什么呢?指控他们从中国及俄罗斯为朝鲜采购物资 用于朝鲜的大杀伤力武器和弹道导弹相关的计划 这个报道说呢,这还是拜登政府首次针对北韩的武器计划实施制裁 这确实是,拜登上台这一年当中 没有对朝鲜采取什么措施 积极的在寻求和朝鲜进行对话 朝鲜呢,不断的就放出话来说呢 你们也想的太天真了吧 你们也是想瞎了心了哈 我凭什么要和你们对话呀 你们能拿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步骤和措施来呀 我要跟你对话 我要是跟你对话,就是纯属浪费时间 那这个新脑日报呢,进一步的引用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他们的宣布 他们是说呢,制裁的六个朝鲜人当中呢 其中包括四个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辖下机构的驻华代表 这个科学院被指参与大杀伤力武器研究 另外两名朝鲜人呢,则是旅居俄罗斯 被指说呢,向该研究院提供或者是尝试提供货品 制裁的对象的任何美国相关的资产都将遭到冻结 也禁止他们与美方进行交易 他这个制裁后面的我认为呢 这个呢,就完全是没有意义了 这就是梅牙的老虎了 这些人是不可能在你美国有资产的 所以你这个冻结是毫无意义的 没有资产让你冻结 然后呢,也禁止他们和美方进行交易 他们也不会跟美方进行交易 他们就和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交易就足够了 还用得着跟你美方进行交易吗 那么从他这个制裁里面我们可以看呢 他说呀,这四名都是自然科学院下辖机构的驻华代表 他们是驻中国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 他们对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制裁 或者是放话我们没有看到 就说明呢,他很有可能 他制裁这六个人啊 他说是从中国采购 实际上呢,也有可能是瞎蒙 不拉费 然后他具体的有哪一些细节呢 新大日报说呢 今次制裁的对象当中 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 驻俄罗斯海生来的代表崔明炫 持续从俄罗斯采购电讯相关设备 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 另外的四名驻中国代表 以及另一名朝鲜人叫吴永浩 都在此次当中被制裁 财政部副部长称 遭制裁的俄罗斯公民是谁呢 是叫阿拉尔 被制裁的俄罗斯公司呢 则是叫帕萨克 遭制裁的六名的朝鲜人 基本上都是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的工作人员 主要是负责在海参崴 大连和沈阳等地 筹措和导弹研发项目所需要的零部件 说他这个第二自然科学院 是朝鲜国防科学院 是朝鲜军工产业的基地 不仅主导朝鲜国防研究和武器研发项目 也有负责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援的机构 说这个科学院呢 已经在2010年8月的时候 已经被美国制裁过了 就是朝鲜的这些目标呢 其实都已经被他制裁过了 就连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都被他制裁过了 所以呢 他这个制裁呢 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 但是他这里面所涉及到的 俄罗斯的一个个人和一个公司 这是一个挺明确的一个讯号 然后美国这个财政部副部长呢 他在接受访问时候 所透露的这些细节呢 牵扯到中国 这也是一个信号 他现在呢 等于说 如果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的话呢 他不会对中国下手 但是 他们会不会有真凭实据呢 就很难讲 因为很多人就说 就凭朝鲜 他能够研制出来 这么高超技术的高超音速导弹吗 高超音速导弹还带那个飞行器 这是目前为止 军工技术里面最高级别的技术了 对不对 你朝鲜如果是闭门造车的话 能搞出来这么尖端技术吗 所以呢 这里面 后面难道没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吗 应该是有对吧 但是美国呢 就看他能不能抓到这个真凭实据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朝鲜呢 他在金正恩的领导之下 这些年以来呢 他们是非常强硬的 这金正恩呢 虽然说在全世界的领导人当中 是一个最年轻的领导人 但是呢 他一点都不出阵 对这些老牌的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美国 他也一点都不出阵 是不是 我们在特朗普在台的时候 从特朗普和金正恩的那些互动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来 其实不卑不亢 不急不躁的 不是自称老谋深算的特朗普 而是这个金正恩 是不是 他们两个如果我们对比看的话 倒是那个特朗普坐不住站 倒是这个金正恩呢 是很稳的 我们感觉呢 就是金正恩把特朗普玩弄在鼓掌之中 尽管他们双方谁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利益 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但是那个进展也是很难的 我在前面的视频呢 我也曾经说过 基本上呢 他们两个国家这个诉求呢 谁都不会让步 谁的让步都是建立在对方的让步的基础上 你这种情况下 谁让步啊 对不对 都建立在对方让步的基础上 你不让步我就不会让步 而这两个让步呢 都是非常关键性的 就觉得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死结 但是这些年以来 朝鲜和美国硬杠 尤其是呢 这个领域和武器这个东西 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 是联合国所不允许的 对朝鲜的制裁 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联合国 那联合国的决议呢 就需要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一票否决 那这些年以来 在联合国里面 中国俄罗斯不断的呼吁说 对朝鲜要放开一些制裁 不然的话 朝鲜人民真的是没分火了 涉及到这个民生和人权的问题呀 对不对 但是呢 美国是一意孤行 美国就一票否决 坚决反对 只要美国不透口 那也没有办法 说实在美国如果透口的话呢 那法国和英国 他也就跟着投了赞成票了 对吧 但是关键就是美国嘛 据说呢 现在朝鲜又进入了非常困难的时期 人们有可能又吃不上饭了 去年以及前年 好像就是前年 他们还受了自然灾害 农业呢 不能说颗粒不收 反正是吃饭都成了问题 那今天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报道 一个比较轰动性的报道 尤其是现在美国对朝鲜 肯定是一肚子气 他们肯定是一肚子气啊 11号的时候 被他给吓得够呛 对不对 我已经做了两个视频里面 我都提到了 美国他就是吓尿了 朝鲜11号的时候 他那个高超音速导弹 刚一升空 美国那边赶紧他西海岸 就赶紧做部署 有些起飞的飞机呢 就赶紧又回来了 非常害怕呀 他那个导弹他起来以后 他往哪打呀 他不知道啊 是不是 直到他击中了在1000公里处的那个目标之后 美国才松了一口气啊 赶紧又说警报解除 但是直到现在 美国的这个警报 他解除了吗 没有啊 今天我就看到有一个报道说 美国这个警报并没有解除 美国仍然是非常的害怕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这个911的时候 911美国双塔被撞了之后 美国一开始还以为说 哎 that's it 就这个了 但是没想到之后 五角大佬也被撞了 对不对 完了以后呢 全美国 大疆南北举国上下 全都吓得够呛了 每一天在那个电视里面 人们都在讨论 他们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 每个人都害怕 哇就在看 我周围会有哪一个目标 会成为他们的这个攻击目标 我记得那时候呢 有记者就采访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镇 采访那小镇上的居民 那小镇上的居民呢 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觉得 有这种危机意识 你有没有害怕 然后这个居民呢 他就说 哎呀 我住在这个小镇上面 他会炸我什么呢 然后这个居民呢 他就环顾周围 想着想 他说 哎呀 我们这个小镇上 有一个窝马 我们最大的目标 可能就是窝马了 他们会不会来攻击窝马呢 这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美国当时 受到了那样攻击以后呢 他就很害怕呀 很害怕 就好像是惊弓之鸟似的 那这次呢 我又看到美国 他又成了惊弓之鸟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呢 美国之音又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 他怎么说呢 他说 美国全球快递公司 联邦快递 就是FEDEX 说这个联邦快递呢 已经向美国政府监管机构 递交了申请 申请什么呢 申请批准 他们在公司的货运飞机上 安装激光反导系统 以应对可能的导弹袭击风险 现在就觉得 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金正恩这个导弹 他第一次射中了这个700公里 第二次射中了1000公里 而且他是高超音速 你是防不了的 那他会不会 以后射到1万公里呢 那谁知道啊 对不对 再就是呢 他会不会把美国的这些飞行器 都作为目标呢 比如说FEDEX 对不对 你知道FEDEX在美国 是一个很大的物流公司了 然后他们自己家 所拥有的那个货运飞机 就有650多架 650多架呀 天天都在天空飞呀 他也有可能飞韩国呀 对不对 反正就是到处飞呀 那会不会成为朝鲜的目标呢 他们不害怕吗 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很明确的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申请说 你赶紧把我们的飞机 也都给我们安上这个反导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 受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大呀 因为在美国宣布 对朝鲜制裁之后 朝鲜就发誓说 你等着 我会有Stronger的Action 那他们第二天又发射了一次 这次发射的两个呢 是普通的这种弹道导弹 不是高潮因素 我在做那个视频的时候呢 有的那个恨国党啊 就来较真了 说这两次能叫Stronger Action吗 还没你会不会英语啊 Stronger Action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他这一次不是 不代表他以后没有啊 是不是 他已经发了那个狠话了呀 现在美国就很害怕呀 不光是Fedex 说那个DHL 现在他们也在琢磨着 要把他们的飞机上呢 安装这个反导系统 那其他的会不会呢 其他的也会呀 像UPS啊 对吧 还有呢亚马逊呢 亚马逊也有他们自己的物流啊 现在 你凡是你在天空飞的 都会害怕呀 那波音那些飞机呢 会不会害怕 就跟想当年911那会儿 那位市民 环顾左右说 我们的沃马 会不会成为我们表一样呢 是不是 美国现在很害怕呀 美国你 就是在世界上树敌太多了 树敌太多了 朝鲜现在这种状况 你凭什么就剥夺 人家的这个人民的生存权呢 为什么说这个疫情一来 朝鲜就赶紧把国门给关上了 为什么呀 他承担不起啊 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是伊朗啊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 伊朗那个国内的民众没有药品啊 朝鲜不赶紧把国门关上 让这病毒绝对也进不来吗 一旦进来的话 他就没办法呀 明白吗 并不是说金正恩他就是个坏人 他是个魔鬼 有些人就跟着美国来攻击这个金正恩 认为金正恩就是个魔鬼 不是 金正恩所有一切的一切 都是想赢得朝鲜整个国家的机会 并不是说他个人 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 不是说我给金正恩贴金 给金正恩洗白 不是 你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 对不对 我就是这么看这个事 金正恩绝不会是为了他个人 他当然是希望整个朝鲜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个好消息啊 今天呢 也是这个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就说呀 朝鲜今天 今天啊 就是星期一天1月16日啊 有一列货物列车 越过连接中国和朝鲜的 鸭绿江大桥进入中国 这是自从朝鲜实施最严密的防疫措施 关闭了朝中边界以来 首次经过正式的列车过境活动 就是进入疫情以来呢 朝鲜就关闭过门 我也不进我也不出 所有的都不进不出 那他们的人民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他们的生活呢 是有多么的困难 对不对 那根据韩联社 就是韩国联合新闻社的报道 说是呢 这辆列车是新一天从新一州一路行驶 越过鸭绿江大桥 抵达中国东北城市丹东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中国要帮这个朝鲜了 看不下去了 人民活不下去了 就是把他朝鲜的这些货物运到中国 然后中国就买了他的货物 给他点钱啊 或者给他钱 或者给他物资啊 对不对 救活他们的人民啊 中国这么做 冒险不冒险啊 因为美国对朝鲜的制裁 而且呢 现在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而且呢 现在是有一点挺疯狂的 穷心极恶 觉得说我打不着你 而且呢 之前的那个制裁里面还牵扯到中国 但是呢 并没有对中国采取措施 而是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公司进行了制裁 没有动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这样的一个行为会不会刺激美国呢 很显然中国是想好了 想好了 必须得帮助这个朝鲜 朝鲜在困难的情况下 应该是认识到 中国才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中国才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